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为什么又想起来聊这件事呢 就是我偶尔昨天偶尔看到了一个视频 就是陈勇在这个视频里面说 准备跟徐晓东打一个二番战 就是准备第二次再战 表示不服 前段时间说的原因就是 太阳太刺眼电子太软 这一次呢他说呢他不服 他要这一次的这个视频 我昨天偶尔看到这个视频 就是可能已经很多天了 我因为我不太没有太关心 昨天偶尔看到这个视频呢 我很有感慨 我感觉中国传舞啊 这个不是实事求是 我们讲这个民歌聊太集 我们这个节目最最重要的核心的东西 就是实事求是 特观的公正的东西 要占到主要的地位 不管你在什么时候 什么方面 这个陈勇在这个视频中间说 要进行二番战 他不服 等等 我感觉这个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这个我们可能也不算一个很内行的人 因为对于内台上的比赛 我们不是很内行 但是据我个人的观察 就是第一次陈勇和徐耀东在比赛的时候 我的感觉是 陈勇的这个比赛 是跟徐耀东相比 差得很远 他这个不服 我觉得是一种孤名钓鱼 是一种什么呢 是一种他想打这个二番战 目的不是要打二番战 他的目的还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知名度 他想做一个第二个马保 想像马保一样 全国都出名 然后自己成为一个名人 他的目的非常明显 我的感觉非常明显 这个你看他比赛的时候 和徐耀东比赛的时候 上台的时候 基本上全身都僵了 全身都是僵掉的 都不会动了 都不会动了 他的整个太极的临近 根本一点都没有 一点都没有 除非他的体重和他的身体 体重身高可能还差不多 可能看上去可以一战 但是他的技术上 上去 比赛的时候 几乎全身都僵掉了 太极的临近没有表现出来 整近表现出来 还是被打的那一拳的时候 人基本上没有 整近临近都基本上没有表现出来 太极的任何一个优点都没有发挥出来 甚至都没有看到 所以我昨天偶尔看到这个视频以后 我感觉这个非常的 非常的莫名其妙 后来我仔细一想 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知名度 想做第二个马宝国 我感觉 这个是中国传武的一种耻辱 作为一个中国传统武术的爱好者 特别是一个像他属于是大师级的人物 大师级的人物 输了也没什么丢人的 输就输 胜败乃兵家常事 这是常理 这是常理 没有什么可丢人的 你失败了就失败了 要输也要输的光彩 输的潇洒大方 所以这个视频我看了以后 我自己感觉非常 我作为一个中国传统武术 和太极拳的爱好者 我自己感觉上 还没有比失败更丢人 我的感觉是这样 所以我在这里今天聊这个话题 还是聊一个老话题 其实就是实事求是 中国传统武术 如果不实事求是的话 那真要推废 真要尖没了 因为你不实事求是的话 那你在这个假大空的上面 越走越远 越走越远 离实事求是越来越远了 好 今天我们聊这个 关于这个实事求是的这个话题 我们就聊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呢 可以订阅这个频道 我们下次再接着聊 谢谢大家